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昨天晚间 桃园宣布照常上班上课 一样市长张善正的脸书被网友留言 而新北市领口还有桃园市的龟山只有一线之隔 市民却是两样情 气象局表示 康诺暴风圈下有接触陆地 在深夜会最靠近台湾 但因为导引气流不明显 所以未来的路径并不规则 明天上午能不能脱离暴风圈 还有变数 而北市劳动局也提醒 外送平台业者在政府机关因为天然灾害 全部停止上班期间 要立刻通知外送员停止外送服务 如果违反规定的话 最终可以罚业者10万块钱罚还 在台风期间 基隆地区因为年度大潮 2号晚间开始 海水从基隆港倒灌进市区 造成爱四路商圈街道 还有骑楼淹水 而高雄迄今也是有低洼地区海水倒灌 至于屏东的东港 一样是有类似情况 东京里的上午积水一度超过成人的脚踝 而这一回台风 也为不少县市刮起强风 气象局针对了新北 宜兰 还有台东等八个县市发布路上强风特报 在新北市新庄 上午有一处工地建案的阴下 一次不敌强风吹袭而倒塌 而台东上午则吹起焚风 风势强劲 也让海滨公园的地标屋顶被摧毁 在台中有一名男子 平日喜欢射击打靶 但却私下把靶场的子弹带出 并上网买枪意图要改造 警方网络巡逻发现 到他的住家搜索 当场查获枪弹 经过鉴定 确认是有杀伤力的 将该名男子移送法办 中科院酒棚基地 上午发生意外事件 推延场在进行组合推进剂的制成 鱼药销毁作业时 因为不明的原因发生燃烧 造成现场有四名人员分别受到烧烫伤 立刻被送往医院救治 其中依然伤势较为严重 总统府发言人林玉禅就表示 总统指示要全力协助救治 并紧速厘清肇事原因 中国不放弃以武力扰台 台海情势紧绷 英国的金融时报再次披露 美国白宫这个月 预估会向国会提出 增援乌克兰的预算案中 也将会包含对台湾提供武器资金 如果预算案通过的话 将会是台湾首度经由美国的 外国军事融资系统获得军武 因为杜苏瑞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 中国的华北黄淮一带持续强降雨 其中北京的降雨量极值 是744.8毫米 成为了中国有仪器测量 记录140年以来的最大降雨 引发严重洪灾 至少是有21人死亡 还有数十万人被迫撤离 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 到1号才公开承认 极端降雨造成重大伤亡 以上内容由公式新闻制作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